在到达昆仑山后 科学家突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 他的身体不仅会改变颜色 还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士兵刚开始还觉得十分好玩 然而下一秒 他竟然差点无法抓住这只蝙蝠 就在他准备看个仔细的时候 士兵的手掌突然变成了红色 伴随着一声惨叫 众人突然惊恐地发现 士兵的身体已经被全部点 而且任凭他如何扑打也无法 两名队员立即赶去救援 可只是刚一接触到蓝色的火焰 身体也在眨眼间被大火吞噬 只是短短几秒钟 三人瞬间变成了一堆灰烬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眼看更多的蝙蝠向他们出发 几名士兵立即开枪 对着这群包围他们的蝙蝠狂跑走 但这些蝙蝠具有极强的感知能力 密集的子弹竟然被全部堵开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这些蝙蝠 他们开始冲进人群发起无差别的袭击 只是瞬间又有两人被火焰点燃 眼看一只蝙蝠冲进了人子 一名士兵眼疾手快地将它打飞了出去 周围的蝙蝠似乎察觉到了同伴的死亡 很快消失在了茫茫的雪山之中 可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刚才的枪声却引起了雪崩 众人见识不妙 急忙拼命地向前逃跑 但亿万吨的雪花来势汹汹 只是转眼间就有数人被冰雪吞没 剩下的几人暂时逃过了一劫 然而还不等他们高兴两秒钟 更大的雪崩正在向他们快速起来 慌不择路的几人急忙逃跑 谁知前方就是万丈深渊